这个是什么呀 第一格 什么 第一格 第一格 这海南话是不好学 在海南的菜摊上 你能看到清菊 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是他们的醋了 这辣椒还没我眼睛大了 你看就指甲盖这么大 好赖好赖的 这是什么菜呀 四角豆 四角豆 我从来没见过 这个一看就好吃了 你看这个芒果 拉丝的特别甜 这个季节来海南是肯定要吃芒果的 逛完早市 走在博鳌镇的街头 各色的海南美食映入眼帘 一碗饭料十足的海南粉 开启当地人一天的生活 海南四大名菜之首的文昌鸡 搭配清菊加盟的灵魂战芝 则是中午时分的极致满足 夜幕降临 烤炉和海鲜就成为了大排档的博鳌搭档 不过听当地人说 在博鳌镇还有一种家家户户 从早吃到晚的地道美食 它到底是什么呢 来不过一定要吃杂粮 吃杂粮 吃杂粮 在琼海杂粮店是随处可见的 我听说这里的家家户户 男女老上都爱吃这一口 可是这杂粮我们也经常吃 难道是这里的杂粮 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吗 怎么一眼看上去像是甜品呢 咱们这儿有哪些杂粮 是特别推荐的吗 我没吃过 咱们这儿有青骨粮 有鸡屎藤 还有碎皮高粮卷和杂粮拼盘 就是说在我们这儿 杂粮是一个特别大范围 不是说哪一粮种 是的 就是在传统的葱粮基础上 做出的非常多种多样的杂粮小吃 都来一样 我尝一尝 行 没问题 行 原来在博鳌 用我们平常说的五股杂粮 当原料做的小吃 都统称为杂粮 李鸿镇 土生土长的本地姑娘 从小到大终爱吃杂粮 长大后自己开了这家杂粮店 今天她要给我讲讲 关于杂粮的故事 这么色彩斑斓的一桌子 颜色比我身上的都还要更丰富 如果我不说 谁能想到 它全部都是用杂粮做出来的 对的 为什么青补粮也在桌子上 青补粮也算是杂粮吗 你可以先咬一下 我们的青补粮呢 全部都是由五股杂粮制成的 它里面有些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绿豆 薏仁 红豆 玉米等 所以就是跟杂粮有关的 其实在咱们这儿都是杂粮系列的美食 统称杂粮 在博熬 人人都爱吃杂粮 杂粮的做法五花八门 但通常都是用糯米粉或高粮粉打底 再根据口味 掺杂红豆 绿豆 玉米等不同的食材 博熬人在吃这件事情上 很善于就地取材 就连当地的植物 也是做杂粮的好材料 我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了 鸡屎藤 这个鸡屎藤我之前吃清不良的时候尝到过 我就特别好奇 为什么当地人会这么喜欢这个有味道的 因为鸡屎藤嘛 用它来做美食 其实它跟鸡屎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不过是它的叶子在碾开的时候 它会微微地散开一种不太好闻的味道 所以当地人把它取名为鸡屎藤 在我记事起 记事藤就是非常有带有年代感和故事感的一种食品吧 杂粮它就是以一种走街串向的形式在卖 有时候想吃到自己想吃的是很难的 那我干脆开一家杂粮电算了 对本地人来说 杂粮是每个博鳌人记忆中的味道 如今过去吃杂粮的小朋友长大了 为了延续童年的味道 开始做杂粮 杂粮也成长了 它现在不仅是本地人日常的休闲消遣 还是每个外地人来到博鳌一定要打卡的美食 更是在博鳌亚洲论坛会议餐桌上的中国代表 博鳌味道 博鳌镇的杂粮有一个特点 就是颜色特别丰富 这些多彩的颜色从何而来呢 我找了店里的老师傅 一起做当地最有代表的椰子粮 看看这颜色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这是高粮粉 这是糯米粉 用了糯米和了高粮来制作 现在开始和面 现在开个窝 面粉开个窝 还有这些南瓜之类 那个斑蓝 火龙果 大概里面就开始和面了 原来在和面阶段 杂粮就已经染上颜色了 而且都是来自不同的水果和植物 现在拿来把它按扁 按扁 我们就拿它上锅来做 三分钟 糯米面上锅周熟 出锅之后再裹上椰丝 就能直接吃上新鲜出炉的椰子粑了 现在我们拿来蘸椰丝了 再裹上椰子粑 它也随着对着 做出来颜色特别鲜亮 你看光泽感特别好 翠绿翠绿的 这个又方言怎么说 斑蓝 斑蓝 叶鸡薄 叶鸡薄 对对对 好甜啊 那我也来一个 特别软重特别甜的那种 虽然咖啡也很好吃 是吧是吧 咖啡 中文字幕——YK